我国第一家清真航空Riyani Air两个月前遭到民航局和航空委会吊销营运准证和服务执照后 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员Lawei昨天在面子书上贴文 指目前正在积极争取重新营运 有可能重新飞行 不过交通部副部长拿督阿督阿兹今天透露 Riyani Air如果有意重新抒发 必须按照程序重新申请营运准证和服务执照 只不过官方在现阶段无法回答是否会批准申请 他要求人以下的封销 但没有准备编程序重新参阶段无法回答是否会批准申请营运准证和服务执照 阿杜阿兹今早主持第13届 船舶交通服务系统研讨会开幕以后指出 任何航空公司只要达到民航局和航委会 所制定的最低申请标准 就可以申请飞行和营运准证 Riani Air首席执行员拉维在贴文中指出 民航局吊销营运执照 投资者和股东纷纷撤资 清真航空资金周转不灵 才会导致乘客索赔事宜拖延至今 拉维强调公司管理层正积极向相关单位争取再次飞行 同时恳请乘客给航空公司一些时间 承诺将会尽快解决所有问题